只是魏无羡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他舍不得 他舍不得逝去蓝望机 并且魏无羡知道 以蓝望机的性格 如果他提出分开 蓝望机一定会同意 尽管伤心难过 但绝不会纠缠他 周五 班主任开始在班里发下了住校申请表 让这个学期想要住校的同学填写 魏无羡看着那张表 想到从集训迎回来的路上 他和蓝望机说下个学期想要申请住校时 蓝望机眼底里的惊喜 想到这个 魏无羡心底涌起一股酸涩 同桌忽然给他递了张纸巾 魏无羡愣愣地看过去 你 怎么了 同桌小心翼翼地说 不要难过了 在他的印象里 魏无羡一直都是一副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样子 有的时候 他真的很想知道 人怎么可以活得无忧无虑成这样 可以没有任何烦恼 没想到这样的人有一天也会偷偷红了眼眶 哎 这些天 魏长泽每一天都会准时来接魏无羡 路上会询问魏无羡这一天的情况 魏无羡只说一切都好 有任何不舒服 或者症状都要和爸爸说 魏长泽看着魏无羡心不在焉的样子 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作为提前分化的第一个案例 你的任何症状都非常重要 这魏无羡知道 魏长泽一早就告诉过他 作为目前接触到的第一期案例 他的一切反应 症状都是可供组织研究的数据 周末两天 魏无羡一直闷在房间里 脏色想要带着魏无羡出去看电影 魏无羡也说不去 脏色奇奇怪怪的问魏长泽儿子最近怎么了 怎么好像一直不怎么高兴的样子 魏长泽叹了口气 说不太清楚 周一早上 魏无羡又一次在楼梯间碰到了蓝忘机 这一回蓝忘机是专程在等他 一见到魏无羡 就不由分说地握住魏无羡的手腕 拉着魏无羡到了教学楼后面的一个角落里 熟悉的气息一下子涌来上来 是香甜的奶油味 还混杂的一点蓝忘机身上的檀木香 魏无羡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太阳穴突突地跳 他怎么就被蓝忘机拉到转来了 魏无羡反应过来 想走 蓝忘机着急地说了一声 等一下 魏无羡等不了 他现在只想要赶紧离开蓝忘机身边 以免蓝忘机身上的气味 让他不受控制地做出一些会伤害蓝忘机的事情 马上就要上课了 魏无羡说 我们会迟到的 就两分钟 蓝忘机垂下眼帘 语气像是在哀求 可以吗 两分钟 魏无羡闭了闭眼睛 两分钟 他应该能坚持住 你说 蓝忘机缓缓 你爸妈知道了 逼你了吗 他想了很久 只能想到这个 我可以和你一起面对 蓝忘机把藏在心里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跟他们保证 会一辈子对你好 不让你吃苦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逐渐发红的耳朵 整个人好像踩在一片柔软的棉花中 恍惚了一阵 没有 他们不知道 也没逼我 魏无羡痛苦地把思绪扯回来 说道 蓝忘机逼近一步 盯着魏无羡 像是生怕错过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神色变化 蓝忘机一逼近 铺天盖地的香甜气息 差点淹没了魏无羡 魏无顿时神经紧绷 咬紧了牙关 不是吗 那是因为什么 蓝忘机的一下子陷入了很深的恐惧中 你不喜欢我了吗 蓝忘机轻声问 喉咙有点伤 魏无羡沉默了 喜欢 他当然喜欢 甚至不是这件事 他都没有发现 原来他这样喜欢蓝忘机 只要是一想到他不可以喜欢 心就像是被密密麻麻地挣扎了进去 但他现在似乎也有一点怀疑 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一会 魏无羡别开目光 艰难地说 蓝湛 魏无羡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 不想继续面对蓝忘机了 转过身就要走 蓝忘机忽然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 一瞬间 魏无羡仿仿佛触电了一般 想要甩开蓝忘机 但蓝忘机握得紧 他没有甩开 魏无羡咬了一下嘴唇 狠了狠心 说 蓝湛 你放开 蓝忘机沉默地看着魏无羡的后脑勺 隐忍着问 一定要这样吗 魏无羡说 两分钟到了 蓝忘机不说了 握着魏无羡的手慢慢松开 魏无羡头也没回地跑走了 跑到教室 魏无羡才敢大口地呼吸 Cake的气味对他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刚刚他很想要很想要稳住蓝忘机 好用力好用力才忍住没有去做 晚上回去 魏无羡详细地和魏长泽说明了今天的状况 但有意省略了和蓝忘机之间的事情 魏长泽记录下他今天的情况后 又问了句 你还是没有准备好说 他是谁吗 见魏无羡还是不准备坦白 魏长泽忽然问了一句问题 你喜欢他吗 魏无羡想到蓝忘机问他的问题 想到蓝忘机的神情 他和蓝忘机从小相识 一直到少年时期 他第一次在蓝忘机的脸上看到了那样的慌张 害怕 魏无羡轻声说 我很喜欢他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 魏长泽说 阿英 你担心爸爸会怪他吗 魏无羡沉默 难道不会吗 如果他现在坦白 万一爸爸妈妈很生气 找到蓝湛的叔父 蓝湛要怎么办 现在蓝湛已经高三了 他不想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他造成困扰 他只想能够等这个学期过去 再向蓝忘机坦白 对于CAKE来说 只要没有FOOC的攻击 魏长泽剑魏无羡还是不准备说 想了想 说到 他们就能够像一般人一样过完一生 但是CAKE也有弱点 开始分化以后 他们的力量就会不断变弱 从而无法抵抗蔑视的FOOC的攻击 并且 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 CAKE通常不知道自己是CAKE 所以不会提前采取防御措施 这个信息 其实我们不会告诉FOOC的 魏长泽叹了一口气 说 因为这对于FOOC来说 是很有力的 如果他们知道CAKE不会防御 那么很有可能给出致命遗迹 或者在人群中不停地寻找新的CAKE 以满足自己的食欲 什么 叫不停地寻找 魏无羡疑惑 他在那本册子上也没有看到这些 对于FOOC来说 CAKE就是食物 无非是好吃和难吃的区别 但是都可以食用 魏长泽回答 如果捕捉一只CAKE失败了 那么他们就会继续去寻找其他的目标 所以 如果你能够告诉爸爸 对方是谁的话 对于他而言 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魏无羡疑捏了捏手指 心脏不由地快速跳动起来 他是 魏无羡感觉到喉咙发干